你好,这里是QOLER UK,我是陈先生 今天又到我们的公益视频的频道时间 我们就是主要是给大家讲解 英国的移民和欢欢面面的英国的经验和分享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 七岁就是黑户的情况下 怎样拿到身份和远居 就是说七岁的申请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讲解 今天主要传授给大家的是 七岁申请的那些技巧 首先七岁申请它可以是免费的 我们开始了 七岁申请它是可以是免费申请 也可以是收费申请 它们的差别是什么 免费的是通过补材料 免费的要求是曾经必须是报过那名的人 不然它是不能够通过免费申请的 然后一种是收费申请 收费申请是直接提交申请 它适合于任何人都可以 所以七岁申请就是有两种途径的 就是一个收费内和一个不收费内的 然后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 报道加2.5年满10年远居的技巧分享 当然这个报道加2.5年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考试通过B1和Live UK B1和Live UK是必考的 不考的话你根本考虑不到这些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解到这个 首先我们来讲七岁的申请 就是七岁申请的话 典型的案例是 伙伴们生了小孩 准备生小孩了 就是准备生小孩了 准备生小孩 英国伙伴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就是去报难名 去报难名 报难名因为生小孩可以是免费的 是吧 报难名然后报道 然后小孩就出生了 小孩出生了 小孩出生了 然后 小孩出生了 然后就 小孩七岁了 然后就申请身份 小孩出生 小孩七岁了 然后就申请身份 在这个单中有一个技巧 如果你有耐心听到这里 这个技巧就给你了 给你花华 hump 技巧这个很重要 我写在这里 什么是技巧 如果他没有找你麻烦的话 你尽量不要在 就是六岁半就生起 尽量不要在6.5岁就生起 尽量不要 为什么呢 我们马上就会面临很多人 他们以为越早申请越好 你看6.5岁 你批了两年半 然后6.5岁加上两年半 你会等于多少 你自己想想看 你等于9年 那你10年的申请不是还差了一年 你10年远距 还差了一年 那你就要续签 那你变成你要续签 续签就要去掉一笔全家的 全家五口呢 比如说乘以现在的续签会是2000 是乘以2000 你要去掉10千的钱 10千的钱 那你是不是亏了 是吧 那为什么呢 今天这个传授给你的是重要的点 你如果7岁去申请呢 现在就是现在伙伴们遇到的问题 现在伙伴们遇到什么问题 7岁申请的时候 他会差几个月 差 几个 几个月 差几个月 10年 那完了 那又不满10年 是吧 那又不满10年 又得续签 又得去掉10千磅 是吧 那完了 所以大家在申请的时候都没想到 那时候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到现在才知道 你会差几个月 其实你很容易应该想到的 因为你7岁的时候生小孩 你就去报道 报纳米 然后小孩出生了7岁的时候 你又批了两年半 所以整个流程是7.5 加 7.5加上2.5 他远远 他是7岁 他一般是 小孩出生的就是接近7 可能6点几 最多6.5 因为你大肚子可能三个月左右去报 三个月左右去报 是吧 三个月左右去报纳米 所以你远远都只是6.5 加上 加上 2.5 这个组合是很正常的 就是只有9年 那你 很多人就不会满 所以你不要急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典型的7岁申请 你不要急 如果没有找你麻烦 如果没有找你麻烦的话 最好的组合 最好的组合 我给你画成红色 最好的组合 就是你 最好 不要太早申请 最好的组合 没找你麻烦 最好是 你7.5 5岁的时候 提交申请 加上2.5年 他批给你的2.5年 等于10年 那时候你就不会差几个月 就是最好的 就是最OK的 OK 这个是最好的 你千万不要早申请 早申请会怎么样呢 早申请的话 你就会差几个月 你等一下差了几个月 那你 差几个月就要续签 续签的全家续签会 就会太贵了 那时候你就不得不 采取其他措施 其他什么措施呢 其他的措施就麻烦了 可能要一部分人提交申请 一部分人就不申请 一部分人 就全家家庭成员就要岔开了 所以最好的组合是 7.5岁的时候申请加两年半 等于10年以后就不用遇到续签的问题 续签问题就可以解决 不要花掉很多钱去续签 因为你已经满了10年了 是 如果你当然这还有一种人士 你已经报道了很多年了 那你没事了 你都报道了这么多年了 所以你就 你已经报道了10年了 那你肯定就没问题 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你一拿到 拿到身份的那一天 拿到身份的那一天 你就可以提交远居申请 因为你前面 就是前面你已经报道了很多年了 你要听得清楚 听得明白 如果你听得不明白的话 你多听几遍 你就明白了 我这个理论是很重要的 因为提交10年申请的时候 你只能提前28天 所以如果你 你差了几个月的话 那你麻烦了 那你算来算去 算来算去 怎么算都差了几个月 因为提前28天 最多提前一个月吧 你根本就帮不到你 根本就帮不到你 所以你最好的申请是7.5岁申请还好过 这样可以妥妥的 百分之百的 能够满足10年 那时候你就不愿提交续签 你就能达到10年 所以网申请几个月是没事的 我把这个画出来 这个是公立的视频 就是主要解释给你一些技巧 网批几个月没事的 找批的人反而不好 找批的人你等一下会面临到续签问题 人家网批的人他不存在续签的问题 是吧 他可以妥妥的 7.5岁加上2.5年就等于10年了 是吧 他就满10年 这样申请就妥妥的不愿续签 他就不愿续签 是吧 这是经验传授给你了 所以需要续签的人 就需要提交续签 不然他的那个不满足10年条款 那他就麻烦了 他等一下如果提前提交 他会拒绝 是吧 所以你就不能提交那个10年的 10年远居申请 因为只有满10年了 才能提交10年远居的申请 然后呢 还有一种做法 就是你可以先续签 先续签 先续签 你先提交续签 那有的人说 我以前不懂 以前不懂 很傻 然后我已经搞成现在这样子的 差几个月了 差 真的差了几个月了 以前不懂 以前不懂 差了几个月 以前太傻了 现在差了几个月 该怎么办 他问我该怎么办 那你先提交续签的申请 提交续签的申请 在你续签的同时 如果满了 就续签 你不要去做指纹 不要做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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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指纹会怎么样 做的指纹 你的钱就没得退了 比如说续签申请 成家提交了10千的申请 然后你不要去做指纹 做的指纹钱就没得退了 那你一满10年 比如说你等了 等几个月 拖他几个月 拖几个月 拖几个月 等满了10年 马上提交远居 马上提交远居申请 马上提交远居申请 然后就开始进入加速24小时 加速24小时 你远居就批了 远居就批了 远居就批了 远居成功批了 实验加速24小时 那有的人说 加速还没有开 加速没有开 有其他办法的 如果需要的伙伴 他自己联系我的微信 加速没有开 有其他办法 拖他时间 你取消2.5年是申请退款 你可以联系我的微信 如果你24小时暂时没有开 然后有其他的另外的方法 来处理拖他时间的方法 或者你可以不停的取消掉指纹 不停的取消指纹 取消掉指纹 就是预约了又取消 预约又取消 预约了又取消 预约了又取消 预约取消 预约取消 就不愿意做指纹 也要拖到他满10年为止 然后提交24小时 或者是慢速的 有的人说 我现在只能做慢速的 慢速也没事 只要提交的都可以 慢速的也可以 慢速的也OK 反正提交的都好 然后 只要一批了身份 批下来了 批了远距了 然后我们马上就取消掉2.5年的 然后要求退款 这个我们做过也成功了 伙伴们也退到款了 怎么退款 百分百成功的退到款 百分百成功的退款 还有一种做法是 就如果你小孩已经九岁了 九岁多了 你就不要再提交续签了 申请了 他就可以省下一个人 省一个人 就省一个人了 省一个人的钱 如果小孩已经 已经满10岁了 如果已经满10岁了 就更不要续签了 他直接提交他的怒级申请 直接提交怒级申请 但九岁也不要申请 就省一个人 有的人说会黑了 小孩就黑了 身份黑了 身份黑了 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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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小孩都黑了九个月 九个月到一年的 九个月到一年的 怒级都是不会受影响 怒级不会受影响 这个就确定了 不用再问 怒级是OK的 就是黑了九个月到一年的怒级都是OK的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当然如果你已经满了10岁 就马上怒级 然后如果你已经提交了远居申请 当然已经提交了远居申请的情况下 有一种做法就是让全部的小孩都不要虚签 就让全部的小孩都不要虚签 因为现在是慢速 所以你不可能马上就拿到远居 然后快速还没有开 开了你自己家朋友圈 我们会发圈出来 我们会发圈出来 现在是慢速的 所以如果你那个全部的小孩都不愿虚签 你只虚签大人 只是大人去虚签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 他说可以吗 他小孩没有虚签 会不会失败啊 什么有很多人问 没事的 没事 没事 你可以说明情况就可以 没事的 你要向内政部说明情况 就是我现在准备申请10年远居 然后我小孩要在10年远居之后 我们大人10年远居之后 小孩怒急 你要告诉他他的意图 不然内政部的人 他会问你小孩为什么不续签等等 你会很烦 还有一种能 他就是为什么他要收费 进行收费的申请 其实我们这边收费申请做的也不是很多 主要的都是免费的申请 免费7岁申请 最主要的赞助多数 但是很多人为什么还要用收费申请 收费申请是有的 是也有伙伴们选择的 你不要说没有 我们这里也做了 也是百分百的成功率 收费申请 收费申请的话 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点 他们可能已经报到10年了 小孩子也7岁了 所以他只要一申请一拿下来 一成功了 马上就可以远居了 小孩就可以入籍了 所以他觉得我这花这笔钱是可以的 是OK的 因为可以一次性搞定 一次性 全部解决 所以有的人用那个收费内去申请 还有的人 一些人是不缺钱 他说我 钱不是问题 那钱不是问题 当然没有任何东西是问题 他们主要是想要快 主要是想要快 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鬼脑就为你推磨了 这些鬼脑拼命的给你推磨 最快的这个24小时就给你批下来 有钱就能使他们推磨 是吧 资本主义国家有钱能使鬼推磨 钱一进去 他们就推磨 24小时给你批下来的 那还有一部分人 他只有 只做一个人 只要做一个人 因为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那个都已经有身份 比如说只剩一个人没身份 其他人有身份 那是会员比较轻 那他没事 他就觉得我会员轻 我要快 最主要的是他要快 所以慢速的是慢 这个互惠的是快 所以就成了这个问题了 还有的是什么 还有人他是要中国申请小孩过来 怕时间不够了 那我赶快互惠申请 拿下远居 然后小孩就可以申请过来 这个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不然有好多客人问 为什么有人提交有钱的申请呢 他们为什么不要免费的申请 人家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的 还有的一种情况是 他们夫妻 比如说 一个是有报难民 一个是没报难民的 然后特别是之前是学生身份的人 或者未报难民的人 他们夫妻可能怕只批一个 只批一个 只批一个的情况下是很多的 因为他用收费的申请 他可以全家都给你批 收费的申请 他因为我们提交充足的材料 比如说有两年的地址证明 收费的申请是有材料审核的 他审核之后发现你是一起的 他就一起给你批的 而免费的那边是有很多门卡的 免费的门卡在哪里 你必须都报过难民 都报过难民 你必须都报过难民 这一点就有很多人不达到 有的人是学生他没报过难民 你必须就是没有说明是单亲 没有说是单亲 没有说是单亲 单亲的情况下很经常就是一个人拿到 一个人没拿到 你必须没有说是单亲的情况下 就是就算你说了单亲 我们用收费内申请 也可以一家人都批下来 只要你证据冲走 也不会拖时间 单亲也不怕 收费内的不怕单亲 所以有这个问题 收费内的就是容易拿下 即使你报了单亲 只要你提供两年地址证明 两年地址证明 换进去 收费内也可以拿到 也可以拿下身份 很容易的拿下身份 相比去去免费内申请的话 就比较难 免费内会拖个天长地久 你就记住这一句话吧 这叫天长地久 天长地久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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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下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 你听清楚 就是你有各种各种困难 互杂的东西 最后你拖了天长地久 你一定要免费的 结果你其实属于收费内的 就要看内别 我们会评估的 我们觉得你应该收费的 你最好给他收费 不然你会等非常的久 非常的久 这个是我们的经验告诉你 经验 经验 你自己看看 你如果没有经验的话 你一定要换进去 免费申请 其实没有人管理 无能 无能 处理的 因为你 你为什么会等个天长地久呢 其实很容易的 就是你之前 比如说你是学生 身份 然后又没报难民 或者 报了单亲 都是一个问题 单亲 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然后 或者 你为了 单亲狐狸 没有告诉他 有这个男的 男的没有 没有这个男人 没有这个男人 然后 所以他批了单个人 批了一个 另外一个没有批 另外一个没有批 所以我们用收费申请 提供了两年的地址 地址证明 收费申请 提供两年的地址证明 他一般都会即刻给你处理 变成有能处理 你本来案子是死的案子 就是死 死掉的案子 死掉的案子 现在变成有能处理了 有能给你处理 所以需要互费 有能处理 所以你变成需要互费 所以这个就是要互费的缘故 互费的缘故 互费了 变成有一个人给你做案子 不然你没人给你做案子 你等等等 等等等 你要等 要等于继续等 不知道要等多久 所以收费申请有时候是 是终极目标 终极目标就是想达到你的 终极的目标 就是你给他钱 他就马上给你做 马上给你处理 马上给你处理 是吧 所以有钱能使鬼推磨 就是这个缘故 就是你如果出现这些成年旧案 已难杂症 等了非常久的话 你直接给他钱 给内政部钱 给钱就行了 给钱你的案子就有能处理了 我们这里也做过很多相关的案例 给钱真的是最容易的一个方法 最容易 马上就给你批 马上批了 你等到天长地久 给了钱马上批 所以这些都是经验 这些都是精华 告诉你们 我们告诉你的 都是非常精华的东西 你们学到了 是因为 是因为 我们发布了 这个免费的公益的视频 就是为了解决 你们这些困难户的 就是困难户也挺可怜的 就是一直没有阴性 一直不停的 无止境的等 然后这个移民局也不给你消息 也不管你 然后你就 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整天就是无止境的等 然后 其实有时候给点钱 能解决问题的都不是问题 你就给钱了 就给钱吧 给移民局钱 收费申请就好 然后刚才说的 夫妻如果只批一个 另外一个人死磕的话 你如果没有互惠的情况下 无虑无业的等待的话 你如果等的内的 你就改成有钱的 看你有没有等内的 如果你没等内 你就没有等内 没有内 没有内 没有内的话 那你就继续等 继续等 没有内可以继续等 或者 你没有钱 没有钱 没有钱也是一类 因为那个家庭开支太大 在英国 你互惠叫他拿出十千来 他们有的人是很难的 但是一个人 一个人是没事的 一个人他只有两千半 一个人只有两千 两千美能 他一个人一般人都能互担得起 所以互惠内的 做的最多的就是一个人 做的最多的就是一个人 就是全家都有了 就一个人没有 就是一个人 那个做互惠的 就互两千就可以了 但是互的钱 可以避免你无虑无业的等待 因为就变成有一个移民官 安排了给你处理你的案子 这样子 当你互惠的时候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等的最多的 就是夫妻有不同的国籍的 点名的被移民纸搁置在那里了 比如说夫妻一个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马来人 然后等的最久的就是这个 我见过了大概 好像有五队 五队都都是等了很久 天长地久的 一队已经拿到了 一队已经通过互惠申请 拿到了 一队已经拿到了 不对 还有一队 两队 两队已经拿到了 两队已经拿到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不同的国籍的人组合 夫妻不同国籍组合 会等的特别久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内政部要对不同的国籍 夫妻也就是给予 这种特殊的对待 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理由的 但是我们也发现在一种案例 就是互惠就能解决 还有一种是已难杂症 比如说有的案子经过 无数人律师楼 无数人律师楼 就是最近都无音讯 就都没批 都没有批 然后身心疲惫了 那他就想要互惠 身心疲惫了 那他想要互惠 真的身心疲惫 他们就想要互惠来解决 因为互惠会快 就把他们那个案子 就是得到一个正常的流程的处理 变成有一个移民官给你处理案子的 那还有的可能性 就是有的人就是已经申请了 就是申请了七岁 申请了七岁 小孩有七岁 等等等到十岁都怒急了 都没有能 没有能给他处理 就是案子被压相抵的 没有能处理的 那这种也建议就是互惠申请 互惠申请会怎么样 会有人去把你案子从相抵拿出来 拿出来 就是进行处理 拿出来进行处理 然后就就会比较快了 这样子 这这种案子处理过一个 处理过一个 处理过一个 他们又等到十岁 他是等了九个月 好像等了九个月 等了九个月 等了九个月 等不及了 不想再等了 直接互惠 互惠 然后二十四小时 全家黑户 全家黑户 全家批 全家批身份 二十四小时内 全家批身份 这是做过的 百分百成功 就是有一户家庭这么做的 是家庭的 家庭 你一听说家庭再加上加速 你就知道 每能是两千八 两千八 他家庭只有三口 我给你乘以三 这个算术题很明了 你们大概就 他们大概就护了九千磅 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他就用钱 让鬼脑给你推磨 磨也推好了 就成功批了 成功批了 是怎么批了呢 好像只有两小时 我们到家里的时候 我前次有带他去做指纹 我带他们去做指纹 我带他们去做指纹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 我大概去Niverpool那时候 回到家的时候 大概我刚刚打开门进来 就收到E-mail 收到移民官的E-mail 从Sherfio发过来的 批了 那他们全家非常开心 我告诉他们 我刚到家 就收到了你们的好消息 好消息 批了 这个有时候钱 就是能够让鬼推磨 就是这么成功批了 所以他们那个 这个 这个情况大概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部分人 就是犯罪记录了 移民官故意拖延 不肯处理的 那这就比较少了 也可以通过付费 来加快处理 加快处理 但是能不能成功呢 就要看你 犯罪的情况 有没有很 很严重的犯罪 这些都是 经验的总结 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就是室内别 室内别 室内别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都是在24小时内批下来的 全家黑户就即刻拿到的 最快的速度只有两小时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案例 两小时 就是我车一开到家 短信收到了 我是去 我们是去尼沃普提交的那一天 去尼沃普提交的 然后 收费内申请需要全家提供 提供护照的 没有护照不能做收费内申请 需要全家提供护照 然后 我们那个到了 回来的 回来的 回来的就是 手机 手机就收到email了 手机就收到移民官的email 移民官的email 为什么收费内会快呢 因为收费内是由 修费内处理的 修费内2.5年组 他们那个 因为处理的案子比较少 真正护得起 费用的能少 然后他就处理的速度 就特别快 然后最近我有花圈出来的 就是速度快到什么程度 就是慢速的 就是慢速度的也好 慢慢的速度的就是没有加加没有加加那个没有加800的那个因为加800是快速的加800是加快24小时 我们没有护这个800没有加快 没有加快 但是最近处理的速度会怎么样呢 就是很奇怪 最近处理的速度慢速也能处理 呃有有伙伴5天P的7天P9天P11天15天P的都有 那你详细你可以看我花出去的圈 就是慢速也好 最近速度也很快 所以我就推荐啊 推荐伙伴们 呃如果快速没有开的话 慢速不难也做了 就是也满做了 也满做了 因为那个他没有开 你不知道要等多久 等等等等 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快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但总体而言 有时候有钱真的是万能的 只要给他钱就让你快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英国 钱真的是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 特别是把钱用在关键的位置上面 有时候你没生混 你就两小时之后就变有生混了 你说两小时就变有生混了 你说这个钱用的值不值 你们自己看看 是吧 有的人就是觉得我这个钱用的是值得的 啊 你如果觉得钱用的这个是值得的 那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你啊 觉得这个钱不值得了 我需要再等等 那没事 你可以继续走免费的路 因为免费的路 我们这里申请的速度 我们给伙伴们处理的正常速度 一般是三到六个月完成啊 所以你也可以完全不花钱 免费的我们申请的 呃 免费的申请的伙伴们处理的速度是三到六个月 然后呃 免费的资金为止 资金 为止 我们也是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哈 即使是免费的 我们也百分百成功 就是这个类别哈 所以你们两个呃 内别是可以选择的 你们自主的选择哈 你们自己的选择 看看你想要选哪个内别哈 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也要接近尾声了 啊 因为这周我们又提交了两 两户黑户 这一周提交了哈 两户黑户 提交了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速度 按照我们的经验 我们先说他们应该会在 两周内会批下来吧 因为最近的 修辅游那边速度都是两周 这也是分享给大家的免费的那个经验 免费的经验 所以今天我给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 主要讲的内容是七岁黑户和远居身份的申请呢 其中最重要的点我们讲到了七岁申请该怎么掌握这个时间 掌握这个时间点 掌握时间点 还有我们给大家讲解的是户惠跟收惠内的情况 收惠内的情况 就是时间点该怎么掌握 你们如果刚才看不大懂的话可以再看一遍 就是然后 就是十年申请的那个怎么样掌握好时间点 就千万不要在六点五岁就提交申请 这样子你的两年半加起来只有九年 然后你十年还有一年时间 你肯定会面临到续签 面临到续签 那样子就麻烦 你必须付 全家如果五口呢 你必须付十千英镑 所以你想清楚 并不是说早申请就是好的 早拿到身份不一定好 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结果就是早拿到身份不一定好 早申请不一定好 早申请不一定好 不一定好 要看你报到的情况 早申请不一定好 你提前申请了 等下会影响 反而影响到你不满十年 那个就要续签了 变成没有满十年 你就要提交续签 你就麻烦了 是不是 何必不 我们推荐的是 如果你没有报到 报到没有报满的情况下 最好的申请就是七点五岁提交申请 加上二点五年等于十年 这样就不需要提交续签 这也是今天所讲的精华 今天所讲的最重要的点 最重要的点 最重要的点 你自己 自己记住这一点 我们每一期都会想一个重要的点 那你们能够获取的 从中得到一些收益 OK 我是陈先生 今天的免惠公益的视频 就向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 就是QO的UK 或者扫描微信二维码 我们都会给你 就是提供 就是你所需要的 那个问题的回答 但是 我们那个 怎么说呢 我们这个全部的经验分享 都是通过我们的经验积累得到的 通过我们在英国二十年的经验 这样分享给大家 完全是免费的 希望你们能够从中得到帮助 如果你们能够帮助到你们 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如果你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都可以联系我们 那这个期的视频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OK了 拜拜了